用數字看台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在路收看本週的數字台灣 那麼今天你看到這個 我們廠子裡有非常多的這個配備 包括機器人 也包括我們很多文創的產品 那麼在今天的單元 我們要跟大家共同來探討 台灣如何從舊經濟走向新經濟的創新之路 我想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特別來賓 等一下我再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現在在這一週當中 其實最重要的矚目的焦點 在15號晚上 那麼美國正式宣布升息一碼 那聯準會升息一碼 也代表美國開始結束零利益的時代 那麼從零到零點二五向上加一碼 那麼這裡告訴大家 從2009年之後 美國開始用QE的力量 用貨幣寬鬆來購債的方式 那麼現在告一段落了 那麼從09年之後 全世界其實包括歐洲 包括日本 都是以QE的方式 在創造經濟 現在美國要結束過去用印鈔票 舊經濟的舊時代 那麼現在美國升息之後 到底對2016年會帶來什麼影響 我們也看到2016年 現在大家都在講這個到底2016年怎麼回事 他說要當新三支黑天鵝 第一個是IS的恐怖攻擊 第二個是英國可能會偷離歐洲 第三個駭客攻擊 其實最大的潛在的危險 大概會在新興市場 尤其巴西的經濟可能會拉警報 這是我們從美國升息當中 第一個訊號可以看到 那麼在美國升息之後 我們看到美元的指數 大致上它是一個強勢的 一個這個往上攻堅的態勢 現在98.361 我們這個是美元 在過去這兩年當中的 一個長線的發展 它從78點 現在最高到100.51 假如你如果從短線情況來看 美元指數最高到100.51 現在拉下來97 但是慢慢又上到98了 那麼金價再繼續往下滑落 那麼這當中白銀的價格也是往下的 那麼這個大家在這個禮拜 其實要非常注意的 這禮拜其實影響全世界 比較重大的是油價 那麼這個紐約的WTI 最低已經接近到34.36了 那麼這個跌幅不斷的在加劇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油價的下跌 對全世界的通縮的疑力 是帶來非常大的影響 北海波倫特已經接近36.15 那麼這是一個相對非常低的低點 所以在這樣一個低點當中 美元走高以後 亞洲貨幣可能開始要呈現 新的貶值的態勢了 我們看到人民幣 這個禮拜到了6.465左右 那麼在美國宣布升息之後 我們先看看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美國的這個VIX 全世界的恐慌指數 那麼現在下滑到17.86 那麼他的跌幅達到14.76% 那我們看到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在全世界當知道美國要升息之後 有一度市場上有點恐慌 但現在看起來他的恐慌情緒 是大幅的往下滑漏了 那麼這是美國的稻窮指數 那麼稻窮指數在美國升息 當天是上漲224點 那麼S&P500漲了29.66% 另外納斯達克漲了75點 那麼這個大概可以看到 在目前的這個情勢 另外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對2016年我們用什麼樣的 一個態度來面對 台灣開始要面對一個相對的低成長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在今年的這個臺總院 大概最近公布 台灣的今年的GDP是在0.98% 我們稍微比較一下 在目前亞洲四角龍當中 台灣是唯一在第三季經濟成長 出現複數的國家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看到韓國是2.5 2.2 2.6% 這個香港是2.4 2.8 2.3% 台灣是3.37 0.64%到-1.01% 所以第四季的情況 看起來相對的嚴峻 而這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這出口的成長 大致上來講 我們上半年衰退衰退7.1% 但是到1到11月內 我們11月份衰退16.9% 這個16.9%情況是嚴重的 南韓這個大致上 它是1到11月是7.4% 1到11月是7.6% 新加坡衰退14.5% 日本9.5% 美國6% 大致上可以看到 大家都是衰退的 中國大陸11月衰退6.8% 1到11月它會衰退3% 全世界的出口都面臨衰退 尤其在進口的這個 都衰退超過15%以上 也告訴大家 未來全球的貿易量 看起來是不樂觀的 那麼開始還有一個叫低通膨 我們看到鐵跟鎂 那麼這個鐵礦石跟這個 煤礦的價格不斷的暴跌 那麼鐵跟鎂 那個銅跟鎂的價格 也是腰斬以上 那麼在油價跌到更慘 所以這個禮拜當中 我們先看到這個 這個指標其實非常有意思的 這個叫波羅的海的印價指數 這個波羅的海印價指數 包括散裝航運都涵蓋在裡面 現在它從最高的11793點 在禮拜四它跌到484點 我們從來沒看過 一個航運的印價 在短短兩三年當中 它跌掉96% 那這個情況告訴大家 在未來的這個整個經濟發展當中 舊經濟面臨比較大的頹勢 新經濟不斷的在冒起 所以今天我們的主題 要從新經濟切入 我特別用兩家公司 來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第一個 中鋼股價不斷在下滑 現在已經到16塊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數字 中鋼在過去十年 從來沒有發生虧損紀錄 但是中鋼在11月內 他已經虧損5億2200萬 為了要彌補虧損 中鋼開始賣台積電的股票 要能夠撐住他的獲利的數字 但是未來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這個景況看起來不樂觀了 另外這一家公司 是過去台灣非常肌肉的公司 叫台波 那麼兩年前他的股價 53塊7 現在10塊6.5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台灣最大的玻璃產業的霸主 但是到今天為止 他已經連續在過去的七個季度 都虧損 今年的本業虧損 二十四億七千六百萬 那我想這個情況都告訴大家 從台波的視為 那大家要有高度的警覺 另外一個 在這個禮拜我見到了曾主委 那麼我特別跟他講 台股本益比市值太低 容易被人買走 那這個禮拜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最大的震撼是細品 要引入這個紫光 他花行增資新股 十億三千三百萬股 那麼讓紫光成為25%的單一 最大股東 這個事情引來國人極大的震撼 因為紫光從歷程到藍茂 一直到細品 大概台灣這個重大的三家 烘測大廠 全部都找到這個紫光來入股 所以引來大家高度的討論 我們看到紫光的股價 現在在九十六塊左右 紫光的本益比達到一百五十倍左右 所以這個是台灣現在 我們要高度小心的地方 我們看到紫光的趙偉國 這個董監事是零持股 但是紫光到底什麼一家公司 現在十大股東當中 紫光集團其實只剩下零點九九趴 那他的把股股權轉到起敵控股公司 另外這個清華控股大概有百分之六點六的股權 但是看起來這家是非常奇怪的公司 我們開始要面對的 當聯華科也變成中國公司以後 那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到底未來何氣何寵 這是我們在現在所面對的 就兩岸現在處在一個高度敏感的狀態 當中國的產業大軍殺過來之後 我們的很多公司 他的本益比相對是偏低的 那這個偏低的本益比 剛好給入資來併購 他開了方便一扇大窗 我們看到最近的力訓 要吃下美利百分之二十五點四的股權 那麼同時華亞科也輸有化下市 那這一個一連串的這個考驗 其實都是對台灣開始大家要深思 我們為什麼把自己的資本市場 搞到今天這樣的殘局 就是未來台灣要省私的地方 我想這個我們把這個這幾個重點 跟大家做個簡報 回頭我們要介紹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我們今天兩位都帶了他們的產品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先介紹翔宜企業的這個蔡宏春蔡蔡總裁 主持人以及各位電視前的觀眾大家好 我先介紹我們侯唐燕 侯主持人長 侯總裁 楊佳好 請侯總裁跟大家問候一下 是 謝社長好 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謝謝 我想 好 這個小剛是吧 是 好 你請小剛跟大家問候一下 請我們公司的這個機器人 已經八歲了 先向大家 觀眾大家先問候一聲 年代新聞收緒長紅 好 謝謝 我想我們就順著這個來看看 你的這個產品 我們桌上有很多 你開放了這個新產品 先把這些產品介紹一下好不好 OK 我本身也是一個傳產業 跟主持人講的 產業何去何從 絕對是面臨相對的問題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製造工廠 也十五年了 從轉型升級到繼續換人 一路走來 到現在沒得換的時候 就靠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去存 這個是一個整個產業鏈的一個 大挑戰跟大循環 我們在臺灣也面臨到相同的問題 所以我是一個傳產業起家 做齒輪起家 大家知道齒輪 你看到所有的展覽 只要掛上兩顆齒輪 肯定知道他是工業展 因為他是工業之母 所以我們起家了以後 我們用我們的核心技術 把這個兩千零五年日本艾滋博覽會 用機器人做主題以後 我就看到這個產業 絕對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我們用了 我們剛好我們公司的產品 是減速器跟小馬達 我們絕對用我們自己的核心技術 把它開發成了三十幾種的 我們這樣教育型機器人 生活伴侶機器人 我始終認為機器人以後絕對是你坐在你旁邊的一個夥伴 而且一個伴侶 這是三太子機器人 對對對 他會懂 所以我像我們這一隻三太子機器人 這麼Q版 也是這一次我們的桃園縣市長 曾市長到日本訪問的參議員的時候 把這個 當伴手禮 伴手禮帶出了我們的國門 所以這一隻 他還跟他介紹這個三太子 他是做風火輪的 跟一個經營者一樣 他能夠按著趨勢在走 按著速度在走 所以他解釋得非常好 但是很不幸的 到中國大陸我去展覽的時候 他們居然不認識這個是什麼東西 他說這是小挪柵嗎 我說不是 這是神 是福神 是三太子 他不認識三太子 所以在文創在新技術的時候 有時候市場的定位很模糊 很拿捏到什麼是真正的市場 所以新經濟 新市場真的是顛覆的時候 那個思維會好多種的想法跟策略 好 回來我等一下再跟你請教生活機器人 因為我剛才剛剛看完這個東京機器人展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 我再請我們這個侯總裁 先介紹你的極有好 我看這裡面你到底有什麼樣的產品 來介紹給大家 稍微回來 我們今天的主題 從舊經濟走向創新經濟 我相信大家都從舊經濟走過來 這個極有好原來做文具代工對不對 然後開始去找到自由品牌 然後從禮品的開發 開始導入文創的概念 把台灣的傳統的花布圖騰 宗教意象 他融入這個產品 所以生活化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你有一個叫去火 另外一個是布袋戲 對不對 我想台灣的布袋戲 有他傳統的精髓在裡面 那台灣極有好如果在這 從這個代工走向這種創意的造型 然後走上創新之路 我想極有好他其實是台灣中小企業的一個代表 我們不敢說是典範 但是 對就是說沿路這樣子走過來 對 就是跟著台灣 就是面對整個世界經濟的這樣子一個腳步 那其實極有好已經是一個三十幾年的公司 那一開始當台灣很多人還在參考別人產品的時候 我們就是第一個產品 我們就是堅持 就是我們就是要自己設計 所以到現在我們能夠以設計為核心 來推出各式各樣的文創的品牌 就是因為我們三十年來 我們就是吃這個長大的 對 那歷年來呢 我們當然就是說 主要就是還是以ODM為主 也就是說幫人家做設計代工 我們不 我們因為不是設計公司 所以我們不會只幫人家做設計 一定就是說我設計好的產品 然後整個供應給你這樣子 對 那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狀況裡面 我們也幫很多世界名牌做 就是這種ODM的這樣子的動作 但是你會 設計現在極有好在做 設計是極有好在做 那你會發覺到說 很多我們幫他設計 幫他生產 甚至連logo幫他印上去的 可能一直比你賣他 那這個兩百塊的臺幣 他還把你殺到一百八 結果有一天你到歐洲去逛的時候 到巴黎去走走走 這是我做的 可是一看兩百塊歐元 四千趴的利潤 那臺灣常常我們說 毛三道四 三趴四趴 相差是一千倍 所以基本上文創 精品迷人的地方 就在於說他不用很高的營業額 他其實就能夠創造非常好的這個利潤 那經歷這樣子 我們跟很多世界大廠合作 世界名牌合作了以後 我們也瞭解到說 原來人家世界上的這些國際精品 是怎麼樣在操作 那進一步的我們認為說 我們不能再只幫人家做代工 我們應該要開始創立 你介紹一下你的產品 你現在都擺在桌上 這個袋子也是這個 從這個布料 花布圖騰 創意出來了對不對 對 那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是這樣子 對 就是說我們一直把我們的文化融進去 對 那像這個袋子呢 其實他就是全世界第一代的包 叫做包糊金 古時候的人全部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就是這樣子包起來 對 捧在手上 可是他攤開來 他很方便攜帶 你只要出國的時候 在你整理好行李 在上面鋪一下 他馬上 躺平了 對 就躺平了 可是你到國外只要一秒鐘 他就可以變成是一個非常時尚的袋子 那也就是說 怎麼樣把我們自己的文化 透過創意能夠融合到 你的名字這個叫布袋騎 有什麼特別 對 那就是我們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品牌呢 就是我們代 就是代表臺灣到華國去參展 那就是華國有一家公司 他是華國政府成立專門幫華國的博物館 美術館買產品的這樣子的一個公司 那他很欣賞我們的產品 晚上還請我們去吃飯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我們自己也創了一個品牌 叫做Potehy Potehy 我們要做的是新東方時尚美學 他也覺得說這個很棒 可是他突然有個疑問說 那你既然要做新東方的時尚美學 為什麼 為什麼你取了一個我們畫文的品牌 我們就跟他講說 抱歉這真的不是畫文 這個是台語叫做Potehy Potehy 對 那當然他也聽不懂什麼叫做Potehy 對 那 所以我們就積極的就是說用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我們認為說Potehy 我們其實從來我們的形象裡面 不會出現任何一個布袋系 可是我們取的是他的精神 他的意義 就好像我們的產品一樣 我們從來不會去做得很唐朝 很宋朝很怎麼樣 我們永遠就是朝著未來 就是一個時尚的方向去走的 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那也就是說我認為說文創 他其實是向前看的 不是向後看的 那很多我們現在認為文創 就是一定要去做得很唐朝 即使不用 那我認為說基本上很多名牌 像LV 他基本上他就是 就是華國的文創產業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一步一步的往這樣子去走 那在很多時間累積了非常多的 這樣子的產品的模式 比如說像這個 我們基本上才幾百塊的東西 我們就打敗了很多幾萬塊 幾十萬的東西 我們得到一個文創大獎 那我的感覺就是說人啊 沒有誰是完美的 那人跟人合在一起 他只要合得來 他就可以共創一般大事業 甚至變成終身的好伴侶 那臺語有一句話叫做 橫固的人大刀的 麻麻麻 就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話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橫固的 一個大刀的 兩個湊在一起 就是麻麻麻 那這個我們叫做good partner 那外國人也非常的這個喜歡 那比如說像這支筆呢 這支其實我們的名字叫他叫哥哥筆 什麼叫哥哥呢 哥哥就是東方的公主叫哥哥 那基本上就是說 這是第一支臺灣 我們用自己的結構去做出來的一支筆 那他的特色就在於說其實他上面的這顆豬是可以轉 那時來運轉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而且呢 而且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顆豬換成是祈求愛情 你要祈求財戶 你要祈求什麼東西 人類的慾望八百種我們就有八百多顆豬 然後讓你可以去把這顆豬換下來 而且這顆豬取下來以後 他還可以變成是一條項鍊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品牌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深度一定要夠 那我們就是一步一步的扎實的這樣子 把很多文化面的東西 一步一步的把它把它做起來 那未來呢 就是說他一定會用一個很時尚的方式 來展現我們的文化 我想等一下你回來 再來告訴我們 如何把文化創意的這種價值極大化 這個等一下我想我再來請教你 回頭我再請教這個蔡總裁 就是說這個你現在我們做到有很多 其實都跟生活有關 那這些照片 我剛從東京機器人展會 這照片其實是我拍的 這個你看那天在現場當中 我看幾乎輕一瘦九成都男生 那大家都在看機器人展 那這一尊也是大的 這個是救災機器人的一種 他我跟他站在一起 大概應該跟他差不多高了 這個是Farnac的工業機器人 工業機器人機器手臂 會把這個一百七十公斤的車子 掉起來之後在空中旋轉 所以這個Farnac是在展場當中實力最大的 所以我們看到是他幾乎佔據半邊天 這是安川 安川的這個汽車生產大概未來可能有 我相信有很大的比例 將來你走進那個汽車生產線 我看九成以上都是機器人 從噴漆開始到生產線的這個裝 這個手螺絲什麼 大概可能都是機器人在承擔這個這個工作 那後面我在展場 當會看到這個是這個 我們上營的董事長 左永才 左董事長 他在接收他的上營的線性滑軌的產品 那這一家是等一下你可以跟我們談的 這跟你有關的 這是減速器 你看到這個Tesco 那是日本現在在全世界 減速器市場他佔有百分之八十 這個是非常有實力的一家公司 那這個就是現在救災機器人 就是他模擬在像火場當中 用機器人去救人 所以他是用後面有人在操作 那他兩個在比賽 那麼這個非常明顯 另外一個就是擬人化的機器人 這個你看那個女生 其實跟真人 他講話跟真人 我看已經沒有什麼差別了 這一尊我是 這個是達文西 我走過他的時候 我有一個 我以為有一個老人 坐在那邊講話 跟我講話 眼睛看著你 然後他一直講 後來我發現他同樣的話講了三遍 我才知道這是應該是假的 我不太相信 我就這個上前去摸一下那個手 發現這個是矽膠做的 沒有溫度 那我才這個正式確認 他是他還原五百年前的達文西的模樣 所以我在想日本未來可能會有一段很長時間 因為日本的性產業發達 我看將來這種泥人化的這種 以前有吹氣娃娃 我看就是矽晶娃 這個都會跑 矽膠娃娃會跑出來 那這當中其實還有幾個大家比較熟悉的 這paper 這paper的角色 其實他還在美金熱賣 軟體開發的 你可以直接跟他講話 那這個講話 其實我看臺灣很多這個單身的個人很喜歡養寵物 比方養貓 養狗啦 將來可能家裡放一尊這種機器人 天天跟你講話 大概可以排除掉很多的障礙 我覺得這個將來可能大興其道 另外這個就是將來老人照顧可能很重要 就老人在家裡 他最重要就有人陪他聊天 這個就是可以講話的機器人 他在家裡就跟他一起聊天 這個將來我相信在老齡化的時候 他會派上用場 這個是小朋友做功課的時候 他可以機器人跟他講話 然後陪伴他 就是這個也是教育的將來是一個 另外這個是Romofone 他是把這個機器人用iPhone的這個整個 那個行動裝置的方式 機器人會幫你做很多事 包括幫你列印 那這個在家裡 我相信很多的這個家庭主婦 他變成一個很好的伴侶 另外這個是這兩尊是生俊的工廠開發的 他是會跳舞 你換上你裝上他的這個這個 他的這個軟體 大概可以跳舞跳一個半小時 所以我想他大概售價 我問了一下大概臺幣三千塊 我想這個是還是價格有優勢的 另外這是這個也是在家庭中氣氣貓 這個大家都耳熟能詳 所以這個跟這個我們蔡總裁 你今天跟我們講的都差不多 所以等一下回來 我在想臺灣如何在生活機器人 我們在工業工業用機器人看起來 我覺得技術有點落差 但是在生活機器人 臺灣應該有一些發揮的空間 我們商機到底在哪裡 等一下回來我請教蔡總裁 稍後回來 好在這一次其實我那天在這個是 這個我看那個展場實在非常大 那到裡面之後我發現 你看完機器人之後 第一個你確立未來在工業化生產當中 機器人一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第二個在生活當中 生機器人可能無所不在 這種無所不在 大概你將來很多領域 機器人可以發揮到淋漓盡致 臺灣我想在工業化的機器人當中 我們看完日本之後 你會發現臺灣技術還差很遠 那未來在生活化的機器人當中 像他這個你看到減速器 其實這個也是跟蔡總裁有關 那這種減速器 他已經跟我講 全世界80%的減速器都他在做 所以他可以把這個市場整個攬掛了 我們臺灣在未來在生活機器人當中 還有沒有空間 那我們怎麼在這個生活機器人領域 能夠殺出一片天 這個蔡總裁什麼看法 OK 我想主持人分析的審準 的確在工業機器人上面 因為日本韓國他叫每萬個員工裡面 有兩百支到三百支的機器手費 稱為先進工業國家 也是有競爭力的機器 自動化的產業 那我們臺灣因為少掉了這個汽車工業 這一塊的整個的那個主要客戶 所以就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叫三明治的產業 所以起步也較晚 那主持人講的生活機器人 我稱為 統稱為服務型機器人 對 未來你的生活的伴侶 就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寵物貓 是機器人 你不用給他食物 他會跟你玩耍 可以跟你撒嬌了 那陪伴機器人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包括你貧富健貴 他的到了年齡一定要老 老的時候 他需要的 腦力退化的 我們叫他那個叫做記憶體的 如何在keep他的記憶體 如何不 不要老化的太快 他可能小孩子的名字一叫 他就會給你回應相同的聲音 幫你記憶了 所以生活機器人 這高齡化的這個產品 會大量的出來 大量出來 再在你家裡成為家庭的一個成員 像peeple以後 可以大量進入到你的家庭 所以以後你可以不要養寵物 有養貓養狗 生病也很麻煩 這個是沒有生病的問題 他到底怎麼說 他還是機器 但是他的多元化 會讓生活整個顛覆過來 為什麼 他不用餵食品 他可以 你喜歡什麼樣 他講 你很喜歡的音樂 很喜歡的聲音 所以機器人到最後最終還是死至於人性 跟賈伯斯講的 怎麼樣的先進 還是死至於人性 所以在那個這樣子的結構之下 他一定要Hot 感知要很強 人有顏耳鼻舌生意 他很有感知才會快樂的人 如果機器人如何接近市場 接近這個你的主要客戶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很未來顛覆著一個產業的 你現在如何在桃園打造一個機器人 夢工廠 因為有觀光工廠 那這個也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OK 我們觀光工廠也是在兩年前 因為從吳智陽 吳縣長大力的推展的桃園的觀光工廠 這個領域是全臺灣最多的觀光工廠 將一路跟他走來 就是我們觀光工廠算完整 因為臺灣的觀光工廠 剛開始就叫地方文化館 那個比較規模很小的 小本生意那種的 到了經濟部的中部辦公室 輔導了一些廠 我們就開始就跟整個經濟部工業局 底下的觀光工廠 我們今年是優良觀光工廠 所以我們未來往亮點觀光工廠走 那就是比較可以國際化了 所以觀光工廠這一塊在桃園 所以我們運作的還算不錯 所以因為這種東西 是臺灣唯一 全世界也是私人企業 能夠做到這樣 很特殊 很特別的 我想這個 先談到這邊 我們請這個我們何總裁來談談你的極有好 我們講文創產品 文創產品其實大家都在做 但是到最後大概比較容易形成工藝品 到工藝的階段 大概他的價值空間比較小 但是我這次到日本其實我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說你看那個我們先前在講 臺灣這個賣牛肉只能賣到這個牛肉麵 去做牛肉麵 對不對 日本可以做到神父牛排 所以那一塊牛排價格 當然比一般的牛肉貴很多 這個其實也是一種文創的方法 日本的水果 我最早看到先訂屋那個芒果 一顆賣六萬六 這一次還一萬六千七百多 那你看到那個像水蜜桃 日本那個水蜜桃一顆會賣到五百 對不對 五百塊台幣 你看那個農人水蜜桃 那個桃子開花以後 他就像比方說一個枝葉 他長三十朵花 那可能他就留兩朵 那個長得最旺的那個 其他就把他拉掉了 拉掉以後他就專心照顧 那一個兩朵花 那一顆桃樹可能他只成長十幾顆 因為養分集中 所以那個桃子就變很大 那桃子長大以後 他熟了以後就白色的 白色賣相不好 那怎麼弄 他又地下又放那個反觀板 開始用燈光照射 照了快半個月 照了以後他整顆水蜜桃 變成粉紅色的 透紅以後 他拿到市場這個賣相就很棒了 對不對 然後他再經過篩選 就是他一顆要到多少重量 他A級的 那不到多少重量 B級的 他開始分類 一到你拿到市場 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文創產業當中 如何把你的產品極大化 也就是說我們通常都在做 但是我們就做很低階 像你到了最後 像琉璃到最後 我們如果變工藝品 那就他就停留在工藝的階段 那琉璃做到變成美術收藏品的時候 你如果拿到加速投資物比去拍 搞不好拍了幾百萬 那這個臺灣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創意的路 我們有沒有辦法讓自己更升級 對 我想就是說 整個這種文創 他就是一個品牌的創立的過程 只是當你這個品牌 想要走向全世界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把你的文化加進去 因為你總不能一直去 緩冒義大利 緩冒日本 然後出去世界市場比賽 那你代表是哪一個地方 那怎麼樣 就是像一個世界經濟 創意經濟大師 John Hawkins講的 他說一個國家 或是一個地區的經濟的發展 產業的發展 如果發展到一定的高度 而你的文化魅力 卻沒有辦法被普世認同的話 那你就會永遠停留在這裡 其實這就是在講臺灣 對 那你已經可以做 全世界最好的東西 你已經可以做最好的技術 可是你還是茅山道士 你還是不知道為什麼人家 鹹鹹坐在那裡 可以賺三倍 四倍 那就是說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認為說他就是一個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從OEM ODM 那就是一個造物的一個過程 對 那產品再怎麼樣 你就是頂到天花板 所以你就開始做品牌 那我們成立了Portechi這樣子的一個品牌 成立了這樣子的一個設計師整合平台 我們整合了大概三百位設計師 你現在找了三百位設計師 對 三百位設計師 那整合了以後 怎麼樣讓他形成這樣子的一個品牌化 那當然你就必須要有你自己的一個舞台出來 那這個舞台就是造景 可是真正未來我們如果把文化加進去 這個就不是造景而已 他就是一個造景 你所有去買名牌的人出來 都不是為了說提那個袋子 是可以裝東西 那個感覺 像很多精品的品牌 一個皮包賣 他們現在講他說 台塑說那個精品原料 ABS可能台塑提供了 那個加起來原料大概五百塊 但是出來是賣五十萬 對不對 那我看前兩天 我們那個許世堅老師也在講 他說那個黃色小鴨 他其實只不過一攤塑膠 吸上黃色的塑膠 但是他經過這個創意之後 他到全世界這樣去展 他吸引了人潮 那不得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文創他就在創意 創意極大化 這個我們怎麼能夠把它蹭到最大 一步一步的從Portechi 這樣子的一個品牌 然後做成一個平台 整合這些設計師 那我們現在也開始就是說 由我們自己的品牌的店出來 那這個品牌的店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也是就是你做一個品牌 當然我們內在要主張 外在要風格 那我們認為說因為當初我們把產品做得非常漂亮 做得非常好的時候出來 結果發覺到說 他根本沒有一個舞臺可以表演 那所有臺灣的設計師 為什麼到最後都變成一個人 就是因為他沒有舞臺可以表演 那你老師叫周杰倫到歌仔戲台去唱歌 我做了這麼漂亮的一支筆 意大利的環保皮 史華洛斯基的水晶 裡面希德的筆心 那其實我們是用竹子的文化去做的 這竹節 這是竹葉 代表步步高升登峰造極 也拿了世界很多獎 結果出去你拿到某某文具店還是書局把你擺在一支七塊錢 對 原資筆的旁邊你怎麼表演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把產品一步一步的建置以外 我們開始就是替很多設計師建造一個舞臺 對 那我剛剛講就是說 我們的主張就是讓生活變得更有趣 所以我們的名字叫Cheer4 去活 那你到我們的這個店裡面 你發覺到說這整合臺灣三百個設計師的產品 到處都充滿有趣的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甚至我剛剛也講說這機器人未來 就是說再加上一些感覺以後 也可以到設計師的店來賣 那怎麼樣能夠把兩端這樣子加起來 我認為說就是怎麼樣去設計師製造一個舞臺 那一步一步的 我們就能夠走向 像我們的店 在臺灣現在有七家 很快到年底就會到十家 明年我們就會進軍大陸上海市場 那我們也希望說 三年內我們要到巴黎開店 就把臺灣的設計師整個帶出去 走向國際市場 那能夠取得一個普世的價值 什麼叫普世價值 就是三千塊可以賣五萬塊 這個就是普世的價值 而不是一堆塑膠這樣子 這個就是關鍵在這裡 就是你配合總體行銷 你看這次星際大戰七 那個VV8還沒 已經出來了 其實很多都買來玩了 但是你看到他是準備很多年了 盧卡斯準備很多年之後 這個慶祝一級 為什麼他三十幾年拍過 現在再來一次 那裡面的科技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那個那顆球我看會爆發很大的威力 那你他透過電影 然後把這個整個他的產品開始賣到全世界 我看那個力道非常驚人 回來再等一下請教蔡總裁來看看 其實你現在這種像包括我們臺灣有這個鋼鐵 你也拿出來了 我們這次到東京機器人一看 日本很多關鍵領主題 他掌握得非常好 你現在如果你的小馬達 你的減速器 有沒有辦法在臺灣能夠 在未來的機器人發展當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稍微來我請教你 我們來看 翔宇企業大概開發了三十幾種機器人 這個這個鋼鐵鐵台裡面的這個打鬥機器人 還有黑熊機器人 這個三太子機器人 這個就是說你現在在目前這個開發 其實翔宇原來是最大的這個 低溪微小馬達齒輪箱的製造廠 那現在跨出來了 你把連減速減速器也做 第一個你來談談就是說 臺灣其實我們現在跟 我看完日本的機器人展 我覺得哇 他是太可怕了 就是說那個那個 整個他的技術的躍升 他是遙遙領先 所以我看到上銀跟那個THK 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實力好像差很遠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在生活機器人的開發 臺灣碰到日本這種 這麼大的這種技術能量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市場裡面 我們的技術能量到底現在跟日本比 我們差多少 還有我們在開發這個機器人的 這個像打鬥機器人的這樣的一個產品 未來我們發展的路到底有多寬 OK 我想這個是重點 因為在日本這個Harmonic Driver 跟那個一些Nitec的 兩家的減速器的工廠 佔了全球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市場 南瓜的這個整個機器人產業的六軸機器人的核心 這個叫無倍器減速機 他完全沒有間隙 而且有技術材料 他的材料非常領先 縱使你有技術也不一定能夠超越他 在這樣子的架構之下 產業機器人 剛才主持人講的 他們的看到的東西 真的是完美到極致 很難超越他 但是剛才又講對了 就是我們在服務型機器人 我們很有機會 很有機會 因為翔宜的公司的 我的本業就是做小齒輪 微小齒輪 微小齒輪 我們用的最多的 就是ATM的提款機上的 吐槽機那個減速器 還有捷運轉過票機 那種的 還有鼠操機的 還有那個自動販賣機的 這些我們在地球上 不管產品 不管繞了幾十圈的 都是我們公司 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是我們的產品 所以我把它用在的 生活化的機器人 他就沒有必要用到 Harmonic Drive 精度這麼高 他精密度很高 他精度很高 我們就沒有必要的 我們只要把創意的東西 把很多的聲音 感知都放進來的時候 他變成跟你生活互動的 他varranty 可能一年就夠了 只要你換換零件 他還在繼續驅動的話 我們儘量走 這一個消費型的市場 我們成為服務型機器人 消費型市場 不在professional的一個市場 所以你現在像這種打鬥型 好像你的那個機器人 觀光工廠裡面 很多小朋友一到裡面去 好像玩的都不肯走 對對對 這個有這麼厲害 很多包括兩岸的領導 我們蔡主席也來過 也玩得很開心 這個就可以讓你 我講的機器人一定要貼心 要有感知 讓你覺得他真理生活的伴侶 就跑出來了 所以 所以他如果再延伸 他就等於是線上遊戲 另外一種 他是這個在實體的這個這個這個實境當中的這個打鬥遊戲 所以新經濟 剛才主持人講的新經濟實在很可怕 因為我看完日本機器人展 我又跑到新處的那個機器人餐廳 跟了我職員區機器人餐廳 結果一進去牛排都沒吃到 時間超過了 只是看穿載式機器人 就自走車 就在上面跳了打了 他就一場節目幾千塊錢 就不見了 你看 那還有最近蘇州成立的成品書局 你進去的時候 你嚇吞了 他有頂颱風也在裡面 百貨公司也在裡面 所以顛覆的消費行為跟市場行為 這是一個最可怕 轉換最大的一個產業 可能一夜之間不見了 被購買了 但是新創意的東西 Innovation的東西 剛才主持人講的 如何像那個電影鋼鐵人 這個八十二歲 John Wayne的好像是 已經設計到二零二八年的 所有整套需要的東西都賺 臺灣比較可悲的 很多文創東西很好 但是就很短 沒有廣告就不見了 但是他的元序性很長 所以他的價值你看 臺灣其實最後很多人講 文創產業電影是非常重要的 大陸現在花很大利息 大陸今年一到十一月 大概票房已經超過五百億人民幣 那有這種基礎 其實很多產品 你像那個機器 服務型機器 它實在是靠廣大行銷力量 你看那個007 它帶動多少相關的產品 在裡面 稍後回來 我想等一下請教侯總裁 你來告訴大家 文創的出口 最後應該要找到什麼樣的出口 能夠創造他的極大化 稍微來 好臺灣從舊的經濟開始要走到新的經濟了 那我想我這次到臺中也看到像中部軟體園區 他也準備要開張了 這當中就臺灣像中部有非常多的這個機器產業的聚落 那這種聚落 如果大家可以再形成我們文創的發展 他形成更強而有力的零聚力 如果在臺中有沒有機會能夠從這當中來殺出一片天 你的看法呢 是 我想剛剛我一直提到的就是說你今天有一個新的經濟 你一定要有一個新的舞臺可以去表演 那基本上就是說像我們去火就是替設計師建造一個舞臺 可是這個舞臺呢 他需要更大的舞臺 那所以去火我們除了在高雄柏厄藝術特區 對 台南藍賽圖文創園區 緊接著我們就是在臺中文創園區 跟臺中軟體園區 那他就是替整個這一些各個小舞臺 建造的一個大舞臺 那我想就是說現在不只是臺灣 兩岸都積極的在塑造這樣子的一個一個舞臺 那臺灣如果說這些演員慢慢的被培養出來 舞臺建造出來 有一天我想他才能夠走到全世界去 那我一點 我要一直要提 那這次那個蘇州政府 蘇州市政府 他是把那個經濟服盤最好的位置 他給了成品 所以他給他蓋了兩棟大樓 兩棟大樓 他一到三樓開書店 地下樓是商場 那這商場什麼都可以賣 對不對 那這個房地產開發 其實他開書店不一定會賺錢 但是他延伸出來的周邊 我看到商機是大的 所以臺灣如果在文創未來的產業發展 到中 你如何去把這個政府的力量 用在讓輔助業者當中 能夠讓他們開出更多更燦爛的發動 你的看法 我想就是說我在這裡要強調一點 就是說蕭敬騰 到星光舞臺之前 他可能唱一個晚上 我不曉得可能兩千塊 因為一般歌星歌聽著唱就是兩千塊 可能唱五 六首歌 十首歌 一首歌才兩百塊 他也沒去整容 也沒去那個一模一樣的產品 可是現在一首歌就是兩百萬以上 同樣的一個產品差一萬倍 這個演唱會殆盡十億的票房 對 這個就是溫創的力量 那中間就是一個星光舞臺 這樣子的一個推展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替設計師準備了一個像這樣子 星光舞臺的這樣子的一個怎麼樣能夠把它推展上去 那整個極大化 除了量以外 重點還是在於說高度的這樣子的一個塑造 所以我常常跟設計師講說 舞臺 去火 破壞魚也好 我都已經替你準備好了 那如果你是孝敬騰的話 那你就來吧 好 謝謝 我相信這個兩位都是在創新的路上 不斷在摸索 為臺灣走到創新經濟的道路上努力 我想這個慢慢大家把根砸好 未來一定有一片天 今天謝謝我們蔡總裁 也謝謝何總裁 感謝大家觀賞 下週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收看 請大家收看